每天画重点,聊天谈话有重点,同学好,欢迎来到成语画重点,我是成语小老师,本堂重点要和同学介绍一个你常用但不一定记得出处典故的成语。 开始前别忘先点赞和开启小铃铛哦,这样同学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哦。 准备好了吗?那我们开始进入本堂重点。 犹豫不决 用在犹豫不定的表述上 迟疑不定,无法拿定主意 迟疑不定,无法拿定主意,禁书,卷五十七,赵又传,龙犹豫不决,遂为旗下所害,红楼梦,第24回,只是害怕他一时最终慷慨,到明日加倍地要起来,便怎处,心内犹豫不决,也作犹豫未决。 相似词 狐疑不决 迟疑不决 优柔寡断 相反词 斩钉截铁 当机立断 典故说明,犹豫意语就是迟疑不决的意思,在处词,屈原,离骚中已可见到,心犹豫而狐一息,欲自恃而不可的用法。 他在文献上有许多写法,如犹豫,犹豫等。 至于犹豫不决,亦可能出自于战国策,据战国策,赵策三载,有一次秦国派兵进攻赵国,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。 赵国向魏国求援,魏王派出将军禁笔带兵前往救援,但是禁笔害怕秦国的势力,不敢正面交战,因此就把军队驻扎在荡英这个地方,按兵不动。 另一方面,魏王又派了将军新援演为使臣,前去邯郸劝说赵王,说秦王其实并非真正要占领邯,只是希望各国能拥戴他,尊称他为帝,这样秦王一高兴,就会退兵,邯郸也就可以解围了。 赵国的向国平原军一听到这样的事情,认为事态严重,一时拿不定主意,当时齐国的高氏鲁仲连正好在赵国游历,听说魏国派人劝说赵国尊秦为帝,感到很气愤,于是要求平原军为他引荐新援演,准备当面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 原文中的犹豫未有所决后来可能演变成犹豫不决这句成语,只迟疑不定,无法拿定主意。 例句 这是十万火急,岂容你犹豫不决,一误时机。 他要是能当机立断,就不会陷入犹豫不决的烦恼状态。 以上就是本堂重点,我们下一堂重点再见。